很好看,Android Studio它管理的方法,管理專案 它好像有跟GitHub做結合 不過那個東西用的還是不是那麼習慣 尤其是小的專案 那所以我怎麼辦呢 我現在做法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就是把原來的專案的資料夾怎麼樣 複製貼上一個 那名稱又叫PIC 那你再去用開啟專案的方式 再把它開起來 那你再去做修改 不然的話你前面的專案 可能因為你後面做了之後 那你前面的就不見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專案close掉 close掉之後的話呢 再去open它 那open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做修改 比如說你可以複製一個資料夾 把它close再去做那個開啟 開啟的話也許你就是開啟那個 我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那個ATM 把它close掉 close掉之後的話呢 那我再去開啟 也是一樣用Eclipse去開啟 開啟開啟的這個 我把它close 假設我這邊close 這邊有close project 然後你再用什麼 open exist 有沒有 再到你的根目屋裡面去找找看 找找看 因為我是放在我的i疊的地方 比如說我放在這個i疊裡面 然後我的這個 裡面的這個Android Studio 裡面的它會自己出現 因為我剛剛有複製貼上一個 就是本來是ATM對不對 複製貼上名稱加一個底線PIC好了 OK 就裡面放圖的 然後再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它會出現這個訊息 要不要做update呢 其實我講過 不要一定 我的習慣是千萬不要update 因為update的話呢 你後面的問題就接種了來 所以把它不要OK 而且盡量不要煩我了 不要再出現這個update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出現幫我開啟的情況 這個又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有沒有 你會發現no resource fund 它變成 那有可能是 所以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其實就有點悲劇了 但是你不用擔心啦 其實你可以去setting一下 它這個有個project的structure有沒有 這個structure 通常是要去修改一些地方 比如說它的SDK的路徑對不對 然後APP的路徑對不對 APP的那個build 這個這個這個 它這個怎麼 我只改這個 沒錯 project setting 這個路徑OK 理論上OK 把它按OK好了 其他應該 我們來先開起來看看 基本上project裡面 基本上如果這些訊息 假設我們先不理它的話 應該也可以 如果沒有那個紅色的字出現的話 其實你那底下的東西 暫時可以不用理會它 只是說 因為update 我覺得它很麻煩是 update之後它又多出一些什麼 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新的跟舊的 又沒有完全百分之百相容 就會造成有一些狀況發展 不過暫時不理它好了 假設我們一樣開啟 所以你開啟的話 一定是一個什麼 程式部分man activity 跟 activityman 先打開來看一下 其實如果說它裡面沒有紅色的字的話 表示這個專案是可以被執行的 那至於底下那些東西 千萬暫時可以忽略掉 假裝沒有看到它 OK 不然的話你要去管這些東西 那可能管不完 裡面太多這些有的沒的 好 那主要是先開這兩個 那我們要變更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 第一個 特別是一樣是畫面上面 我們要去變更圖 所以你需要怎麼樣 先把圖先放上來 所以我要貼上什麼 這個已經做 因為我已經做完了 然後呢把它貼上來之後 怎麼去選它 特別是要直接 我把它放大一下這樣 選第一個 那圖怎麼進來 基本上呢 第一件事情 請你把這個 裡面的那個button 改為叫image button OK 本來叫button 現在你把它改image button 第二個的話呢 你在它的background的屬性上面 去選取什麼 選取那張圖 所以你可以切過來 點它 找到那個background這個屬性 去瀏覽一下 當然從這邊選會比較快 你去找到PIC01底線1這個 OK 還有兩張了 一張是按下去的 一張是沒按的 那就選沒按這一張 解析度是60x60 它的位置會告訴你 按OK 好 第二個 第二第三都一樣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再來的話請你切回去 那原來button裡面 這邊會有一個屬性 叫test test 就是上面比如說 有1有2有3 請你把那個test 那個屬性 務必一定要刪掉 如果你不刪掉 因為image button裡面 沒有這個屬性 會對應不到 可能在run的時候 程式會沒辦法 卡牌會失敗 OK 所以特別重要 第一個畫面上面 請你把這個button 改image button background 去選擇這張圖 然後test 就是那個 屬性是test 的部分把它刪掉 那總共會有10 不是9個而已 所以我們9張圖 分別把這9張圖先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 你就把它再 第一個畫面先完成 記得先做存檔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 那是不是就這樣子完成了 不是 特別重要 切到man attribute裡面 因為原來我們前面宣告的時候 是宣告什麼 宣告button 對不對 那特別注意 你宣告的時候 因為它已經叫image button image button 不等於button OK 兩個是不同的 雖然都有一個button 但是 不是button 就是所謂的 白馬飛馬的道理 跟這沒關係 那個白馬飛馬的理論是 就是因為白馬是馬 然後什麼 就是白馬跟黃馬是不同的 是不是 白馬跟黃馬不同 那黃馬是馬 所以白馬不是馬 OK 那個是邏輯 之前我上到這部分 學到這部分 哇 好妙喔 對 OK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理論是什麼 烏龜比蛇長 對 烏龜有沒有比蛇長 沒有嗎 大烏龜有沒有比小蛇長 對啊 所以它只是 吊詭的那種邏輯 OK 不過這個 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只是 剛好想到 那所以特別注意 image button 跟button 兩個是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要增加各位的那個 因為下午 下午 各位越想睡覺 所以 踢踢神 那這裡的話 就是說 image button 總共會有九個 所以記得喔 把那個image button 的部分宣告 所以一定是先把畫面的部分先搞定 再移到那個 就是說再轉移到man activity 裡面的話呢 就是把九個button 重新在前面宣告的時候 一定是宣告成image button 那findmubeID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把這個 瓜糊 強制轉型為 button 改為 轉為image button 如果你轉錯的話 因為它兩邊不同 很抱歉 如果你一直行 一定會出現unfortunately 因為一定會掛掉 就是兩邊的元件不同 也會掛掉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啦 反正它一定是相同的東西 才可以互相轉型 不然的話呢 它沒有辦法接受 OK 那程式部分就不用改了 因為程式部分都一樣的 也就是button 跟image button 一樣都有set on click lesson 所以這部分 不需要做任何變動 OK 那你把它執行過之後 理論上 應該就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就是說呢 它如果執行起來的話 基本上 就會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現在點擊它 你會發現喔 這個後面我是有做的 前面1 這個好像是已經做了 就是說呢 它不會出現有幻圖的動畫 那我要怎麼做成畫面像這樣子 做那個所謂的幻圖動畫 這個前面兩個是有 這個有沒有 這個沒有 OK 這個有 底下 這個是沒 就是做成那個幻圖的動畫 這個等一下下一個章節 下一個單元我們再來看 就請各位先試試看 不過你做完之後 它這個圖不會動 那怎麼樣把它改成 可以點擊它 當你沒點 它是沒有白色的底 當你點下去 它要出現什麼 類似像 這樣有一個有沒有 有一個這個動畫出現 壓下去的動畫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一個特別注意 就是專案的管理部分 或許我比較建議 你乾脆從根目裡面 再把它複製一個 另外一個專案出現 複製完之後的話 再去做開啟專案 不過可能會跳出一些東西 要不要叫你更新 記得不要更新 然後如果跳出底下 有一些警告 但是你暫時也先不用理會它 最重要是開啟 那個Activity Main 畫面 跟Main Activity 把它稍微全部做完 好